好 这个是 那么那个 兄弟们喜欢乐见的 这个时间又到了 就是我们已经把妹子 带回到家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 在此时此刻 我们要怎么操作 才能够心甘情愿地 让妹子跟你发生一点 你想要发生的事情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进到房间 那么妹子一般会 去这个客厅坐着 但是呢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的建议是 不要在客厅里坐着 而是直接去到卧室 因为这样的话更容易 就是进一步 当然呢在进到房间的时候呢 首先为了方便你的 下一步呢你可以要求 就是妹子换鞋 但今天因为我们视频的拍摄 我们就先不用这样做了 为什么要让妹子换鞋呢 因为在下一步的话 会更容易操作 好那么去到了这个客厅呢 去到客厅呢 你会让妹子坐在这里 这个时候 如果她会带到客厅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客厅的一些东西 地方的布置 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显眼处 放上你的 获奖的奖杯啊这些东西 然后说在你的显眼处 放上你的吉他这样的 妹子她会看到 会有一些问题会问你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 就是跟她聊一下我们的一些爱好 比如说她说要弹琴听吉他 你可以跟她弹一下这是OK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的推荐呆呢 是大概呆一个十多分钟到二十分钟 那么中间的话你要干嘛呢 就你回到家里面你不能就直接把妹子放在这个沙发上 然后呢你就一下就贴在她旁边来 这样很不舒适 你要让她自己先坐在这里 然后呢你跟她说 你说你稍等一下 然后我去换个衣服 或者说我把衣服把我的衣服放在里面去 为什么呢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妹子她一个人有时间来观察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她会慢慢的熟悉你这样的布置 她会慢慢的熟悉就是你的这个环境 那么她的柴衣进来的这种居住的感觉会慢慢消失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让她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去你的冰箱 或者说你去你的这些旁边来一点水 来点水给妹子让她先喝着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自然让她进去做些什么事情 任何事情都OK的 关键点就是让妹子习惯于 单独在你的房间她不居住就OK了 好这个时候呢 你拿东西过后呢你坐进来你可以跟她聊天 你就 话题的话可以 就是不要一来就是什么性话题啊怎么样 可以关注一下她跟她聊一下她的今天晚 今天你们玩的东西啊 或者说你可以让她把电视打开就让这个声音静静的放在那里 然后呢你就跟她随意的聊天 你开始的时候你不用离她太近 不要一来就靠她很近 这样的话显得特别的猥琐 你开始的时候你要稍微比她有点距离 对吧 要距离让她们的手可以这样子 这就是OK的 但是呢 就这一点你不要 就是一来就扑到她身上去 这样的话她会崩溃的 如果兄弟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答疑解决 感谢观看